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基本都谦虚 比如说这个我不懂这个我不会 但是我可以教教你 在球场上对手应该感觉不到他的谦虚 可能他就算把对手打斯坦北雷 他下来就说这个不错那个不错 总是在夸奖别人更多一些 樊枕东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乖巧 因为樊枕东从打球和平时这种作风 他其实人非常按部就班 他不是说那种调皮捣蛋型 就戴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放心 不放心 昨天我要求他去出操早6点半 今天早上去爬山去了 需要去磨练他一些意志和磨练他一些心智 因为你对于运动员的要求 希望他们能精益求精 这个时候就需要去挖掘他一些毛病 让他们把这些东西展现出来 然后加以改进 许欣是唠叨 他喜欢不停地跟你说 跟你沟通 跟你交流 我是您 然后您是许欣 您络访一下许欣跟我唠叨 其实老 你看我这个精神实在怎么样 有的是他知道的 有的他不知道 或者有的他不确定的 他都希望能跟你分享 说难听叫唠叨 说好听叫沟通 因为秦老带我打过一次比赛来 所以说给我一次指导 我真是记忆成和那一分钟 我永远能记忆成那一分钟 发生了什么 来你给我进来给我直接话 秦老师给我滴满水之后 对我说的就是 他说这句话整体来说 没有什么问题 可不可以说下一句的时候 你的位置再精确一点 否则给他的穿透力再强一强 你给我考虑一下 这个 这个 这个没办法 我太熟悉了 肯定 没有 你也可以补充 这个 对对刚才 刚才是嘉义学的小早发球是吧 小早发球你学的还不是特别的那个什么 发球之前往台子中间一骑 告诉你 你可以往肚子上冲啊 可以 然后把裤子一拉 然后开始 小早发球是全 脸的特别狠 因为我第一次跟小早打 打多球 第一次跟小早打多球 小早发球太晃了 他发我翻车我就往正中跑 发我翻车就往正中跑 这动作确实就属于 这个确实是太晃了 第一次打多球全发我腰上了 肯定 我疯了 我看不光是独立 我看这几个老的 包括省的队 省里的队员 我看今天发挥都不错 现在全都是基本上全都记鼻 出了几小早那张球 他得打的几点点 不知道 看完再吃 我估计啊 三场攻球应该可以 如果正常的话 就是麦芸和刘肥这张球 估计会打的时间比较长 再看完再吃 看完再吃